连岸最惊的历史古装大戏《蓝灵王》 男主角冯绍峰在台湾观众望穿秋水的等待下 终于来到了宝岛台湾 为了答谢台湾观众的支持 冯绍峰承诺在10月底以前一定会到 冯绍峰不但实现了诺言 四天三夜的活动 要和支持蓝灵王的观众们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 一 二 三 冯绍峰 我想和你好好的 冯绍峰这次来台 沪荣惠除了一路跟随 也准备了许多的爱心礼物 和满满的热情 他这次来台湾 我们那边准备了两车的一个 台湾的一些名产 要准备送给他这样子 对 那因为其实他之前 今年年初的时候又来过台湾 那相信 因为那时候人还不是很多 那相信希望这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他可以就是看到这边机场这么多人 然后他可以就是有个大惊喜这样子 来了来了 蓝灵王四爷终于来了 也许是让大家等太久的关心 粉丝们一见到冯绍峰 现场立刻失控 让我们的摄影师 只能挤 抢 转 搏 好在咱们四爷亲民爱民 一路上不断停下来和粉丝互动 才让我们飞影大哥可以喘一口气 这个我第二次来台湾 吃过的地方不多 我觉得这次我有机会 有几天的时间 可以多去看一看台湾的美酒 然后去多吃一点台湾城市的展示 肖公斤说想要去泡温泉是不是 泡温泉 对 对 GM女主喜欢泡温泉 未华同歧 女刚同歧 搐 杨物前 鞋乘 参加